那些是七次,我们还要聊一些 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 更多聊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我们刚才聊的那些 OK,我们现在已经Live了 你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share 哦,OK 平时我跟朋友讲是可以讲的很多的 这样,要伤心的话就有一点 没关系,你要当他不存在 对对对 不要看他,你看我 我不会咬你 有吗? 有 哈啰 在看Live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佩玲 哈啰 我认诚中也没有做过Live 真的吗?真的没有 这是我的,你把第一次献给我 OK 好,我们现场呢,就有永涵在现场 呃,如果你看到 诶 我应该去你们的 你去City Plus OK City Plus FM City Plus 应该有看到吧 有,有看到我自己 哈哈哈哈 觉得很陌生 呃,share 对对,那个可以share OK 看一下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share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share 等一下我自己先来share一下 OK 然后我看一下哦,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八分钟的时间会进入直播哦 所以如果现在你在KL的话呢,你就可以停106 然后如果你在古镜的话 古镜现在停的到 啊对,古镜的可以 古镜的话是92.5 然后如果你不在古镜 不在KL 不在芙蓉 那你其实可以通过 呃,在手机下载Apps 或者是在YouTube同步收听 不过当然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看着这个live的话呢 赶快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因为等下永涵会说故事 我跟你说 如果有三年的时间 我也会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三年其实每个人都有 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踏出来 对不对 你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 呃,用三年的时间不工作 就是不待在马来西亚 不待在你的舒适圈 然后你去旅行 你可以做得到吗 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的选择 OK 所以待会呢永涵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过去的那三年 他走过了什么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面对了怎么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来听他说故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写一两句 你对于永涵的一个感受 或者你的想法 对于他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呢 会请永涵 在这一些share的朋友当中 选出其中一个幸运儿 那我们要送你书 永涵呢 其实写过了两本书 第一本是这个 OK 第一本是随心远行 遇见幸福的自己 那这一本呢 他写的是一个女生呢 去欧亚玩 对 OK,欧亚大陆 那第二本呢 我已经看完了 哈哈哈 比例前行 遇见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他这一段呢 这一本呢 写的其实就是中南美洲 还有非洲的旅行 如果你买他的书 你希望看的是景点啊 美食啊 有点失望 因为永涵没有写很多 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一些国家的人民的一些特色 嗯 他们的特性 然后永涵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三年内四海为家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遇到了怎么样的人 而且他在这三年间也住进了百多个陌生人的家中 大概有 大概有吧 OK 到底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精彩的故事 我想这本书 你一定要看 OK 一定要买 可以支持他 有两本书 所以今天呢 就是如果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想要得到他的书 那永涵就会挑一位 对 送第二本 送第二本 OK 先说 我已经看完了 保妆好看 哈哈哈 OK 我自己来share一下 我都还没有share这个live 所以你已经share了吗 我已经share了 好的 我们可以先来注意一下 然后永涵明天其实有一个讲座 明天在周明那里 你可以分享一下明天你讲座的一些内容 地点 OK 明天 我要是六点还是七点 哈哈哈 明天傍晚会在clang 发生的一间青年旅社 Costel 对 那里有一个分享会 就是说 关于 烙定美洲跟非洲的旅程 嗯 而且他今天就先在电台呢 先做一个teaser吧 今天在电台我们先聊一些些 因为今天时间其实也蛮紧凑的 可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或者你想要亲自来建一建永涵 然后呢跟他聊聊天 分享一下 听他说故事的话 明天就一定要去 其实Costel呢之前我们在那边也办过活动 嗯 然后呢 呃 Jumi也是一个旅行家 哈哈哈 我觉得有时候呢 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 就是去 听呃 这些旅行家 到外国到外地去旅行回来的朋友 带着他们的故事 就是见解跟一些感受 经历 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些跟平常的生活比较不同的东西 对 如果 如果明天 不得空的话 星期天还有两场 哦在哪里啊 在城邦 哇 在城邦的第一场呢 是跟另外两个女生 也是很资深的 旅行者 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聊沙发风浪 哇 OK 然后接下来四点半就是新书分享会 嗯 好忙啊 只有只有三个礼拜所以 哈 因为你这一次只有回来三个礼拜 啊回来三个礼拜 对 因为其实永涵现在是定居在海外 嗯 他虽然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现在就比较少待在马来西亚了 嗯 我们还要等他回来宣传新书 才有机会把他 请上电台 所以我只有三个进去宣传 就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对啊 会很累吗 其实 不会 快啊 不会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不会累 这是真的 OK 好哦 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进入直播 嗯哼 好 没紧张吗 好 来慢慢来 比较好一点啊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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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有没有人留言 有没有人在线上啊 可以跟我们打招呼一下我看一下哦 通常星期五大反应会比较慢热一点 通常星期五大反应会比较慢热一点 嗯 还没放工啊应该 对对对 主要是这样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礼拜五大家可能已经是很HAPPENING了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放工后要去哪里啊 也是什么的 有很多人也是开始放假的 是 不过这一个Live呢我们会留着 所以有些朋友他可能下班后他就可以看这样子 快点来跟我们打招呼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就是都是看你的Podcast 啊Podcast 还有 哦Podcast 你有听 你有听了 你听的是 哪一 都是旅行的 哈哈哈 又是朋友上来 对 我没有准准那个时候看 可能就是过了一阵子 对对 那你听过谁的啊大概 都是 我听过那些背包客栈的 他们来的我都也听得 哦 哦背包客栈那些就是像 呃 还有一些在海外 还有一阵在旅行的 你访问他电话访问 哦 我也看过 骑下车的 对 我很喜欢他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马来西亚耶 OK 好 我可以学去背包客栈 哈哈哈 share in the girl 因为现在我还是没有的旅行的人 所以 要听一下这些故事 天啊 我 我也是好想去旅行哦 可是现在对那 比较短期的已经没有什么 进去了 所以我在等 另外一个translation point 对 可是你应该会做到比较安稳下来了吧 对对 因为工作嘛 然后假期都是回来马来西亚 而且回来马来西亚可能就是陪家人啊 见朋友 找书 快乐你过去好忙哦 去年和今年都是回来一种找书 去年也是吗 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相差一年 对 去年回来两个礼拜而已 只是做了一场分享会 只是做了一场分享会 因为书从中国运过来 哦 它迟 被cast down 扣留 所以来不及 还来得及 可是就是没有太多时间 有点可惜耶 这样 第一个星期一直在等书 然后现在 这一次就安排的比较好一点 好 这一次在马来西亚印 对 所以比较方便 没有面对这么多问题 对 是咯 会比较 比较什么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始咯 一分钟 哈哈哈 如果你们在 呃 这个 就是 永涵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有些问题想要问 好 可以问 好我喜欢问题 哈哈哈 你们有时候不懂要讲什么 不懂人家要提什么 其实我觉得 旅行故事很好听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有时候听你们说的 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以前有一个习惯 我每 我每要出发去一个地方 我一定会买lony planner 它好像是一个习惯 然后我之前的时候 就买了 南美洲的lony planner 我跟我自己讲的三年 那一定要去 OK 今天是第三年 哦 2015年买的 来 20秒我们回来 退让自己入行 现在明天就要了解 你先有一个中心 嗯 你找个东西 你选择 你找个东西 你找个东西 我找个东西 我 你找到东西 你找个东西 我找个东西 你找到东西 我找到的东西 你找到东西 我拿到东西 我找到东西 我找到东西 你找到东西 我们旅行中 我应该不止一次呢 说过我非常喜欢呢 我们旅行中的这一个片头 因为真的旅行呢 真的不只是出发 它是一个发觉 是感受 是感动 所以每个星期五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都在City Plus跟你一起聊旅行 我是佩玲 节目的现场呢 我们今天有Facebook Live 因为今天是一个 当然每个嘉宾都很重要 可是今天的这位嘉宾特别难得 因为它长期呢 就是定居在海外 非常难得 最近呢 因为宣传它的新书 所以就回到了马来西亚 现在赶快来到City Plus FM的脸书专页 因为我们有现场的这个Live 然后呢 也要提醒你 赶快把这个Live share出去 写上一两句话 你对于今天的嘉宾的一些感想 那我们就会抽出 一位幸运的朋友 把他的新书 也就是砥砺前行 遇见不完美的自己 这一本呢 非常属于自己的邮寄 要把它送给你 马上请他出场 我们有永涵 哈喽 你好 Emily 这一次回来马来西亚 逗留多久啊 三次进去 主要就是为了宣传新书 然后有一些讲座的活动 对对 其实也刚好碰上 Christmas和New Year 所以公司也是要关的 所以也可以放假休息一下 对对 所以每年其实会回来马来西亚 都会回来吗 去年有回来两次 第一次是纯粹就是回来而已 第二次是为了书 对 今年就一次 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很美丽的缘分啦 因为去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书 然后呢 今年就有第二本书 其实这两本书呢 都是当时候的同一段的旅程 只是因为你旅行的时间很长 对 然后去的地方很多 对 很多的故事 没有办法在一本书里面完成 对 其实每一本都是夜数有限 所以只能选一些比较特别 嗯 比较印象深刻的来说 确实啦 因为你三年耶 三年在路上旅行耶 刚刚在一开场的时候 我就问了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有三年的时间 你会到哪里旅行呢 可能有些朋友呢 会选择比较单一的国家 或者是同一块区域 嗯 可是我告诉你 永涵真的是太强大了 因为他一个女生 三年里面 他就去了欧亚大陆 然后再去了传说中 很危险的中南美洲还有非洲 所以也才有了他的这两本书 分别就是 《随心远行遇见幸福的自己一个女生的亚欧独旅》 那第二本书呢 就是《抵离前行遇见不完美的自己一段人人自危的美妃之旅》 OK 现在回味起这一段旅程 感受怎么样 嗯 我觉得很幸好我有做这件事 因为很多时候好像现在我放工回家的时候 因为我又是走路的 嗯 走着走着 就想每天好像我的那个photocopy machine的那种生活 我觉得 幸好之前我做一些比较不同的事情 如果 就是重复二十年 过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对啊 当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勇敢辞职 然后一个人去旅行啊 因为我以前看很多就是类似的书 就是很多前辈学过很多的书 旅行的书啊什么的 旅行的书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想我是中毒了 哈哈哈哈 所以后来有一次二零零九年的时候 我去了纽西兰大概两个月了 就只是两个月 那我就以为可能已经够了 其实 可是后来就发觉到不够 我还是觉得不够 然后到了二零一二年 我去一趟云南 四川云南 中国的四川云南 然后那一次因为 我去的时候是没雨季节 就一直下雨 塌方 基本上是不能够计划你的旅行 因为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从A去B 嗯 可是塌方 很可能去不到 是 然后可能我又在想另外一种办法 所以那一趟旅程 是我的转列点 后来我只在那边两个两个月 因为那个Visa他只给我两个月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 这样的旅行很爽 哈哈哈哈 可能别人不了解 为什么会觉得爽 可能我就是那种犯贱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种旅行很爽 因为它有太多的未知数 我根本不懂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懂会遇到谁 也不懂自己会住哪里 可是那一段旅程 我真的是遇到太多 很好很好的人 有了很好很好的回忆 其实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应该是2017年 我去一个月 那时候我觉得 哦中国我不要再来了 对他印象不好 不好 就是我们对中国的那种 是 一些刻板印象 对 然后后来我又去了一趟新疆 觉得比较好了 然后去了四川云 我实际上跟朋友讲 我真的爱上了中国 哈哈哈哈 我非常喜欢那一带 对 云南 丽江那一带我去过 但新疆一直是我梦想中想要去 但还没去过的地方 哦 ok 嗯 好羡慕你哦 好羡慕我 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到了 都可以去哦 只是看你有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对对 那为什么想要辞职去旅行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大概30岁了 然后就觉得 哦再不去 就反正 可能会太迟了 哈哈哈 我觉得 其实30岁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有时他会提醒一下 对 这个就像你要从好的方面看一件事情 诶 其实这个提醒也不错 他会 他会 吹你去想 哦还有什么你很想做了很久 可是你还没做的 然后就会去做 嗯 可是当时候你完全没有其他的顾虑吗 比方说很多朋友 他可能就会在思考 哎呀我要辞职三年去旅行的话 第一可能就旅费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回来之后 我还有办法回到我原本的工作吗 然后或者是在家乡的一些亲人朋友 或者一个人出发的那种恐惧感恐慌 嗯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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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忧虑 嗯 可是你没有 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要去三年了 哦 我只是想我要去而已 我要去我不管 对 但是先没有想到底要去多久 对 然后其实我也工作了好好多年 嗯 我是有一些存款 虽然不多 嗯 我就跟你说就去咯 然后没有钱的话就回来 哈哈哈 就回来做工 再做工就赚钱 是 然后可是就是最后没有想到我可以去到那么久 真的 三年耶 对 因为我想之前我有一个 哦 我去日本之前 你知道日本是贵的 然后就想啊 惨了 我去到日本应该就要回家做工了 哈哈哈 已经因为那个消费比较高 对 就比较压力 对 可是我是去打工换数 最后我离开日本的时候 我每次就把每个旅行好像一个project这样 回来我就算花了多少钱 这样 但是吓到我花了两千五而已 三个月 哈哈哈 好厉害哦 而且我还有很多钱都还可以去 哈哈哈 所以你是看剩下多少钱 在决定自己可以走多久 所以当时我就银行有一笔存款 嗯 然后就慢慢的花 嗯 我也没有给自己设说 哦 一天只能够花十美金 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样太多限制了 我们平常的生活已经有很多限制了 做project 一大堆deadline 我去旅行 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 就有时 对我 其实我自己本身 就不是一个很花钱很多人的 我是一个minimalist 啊 然后而且再加上我有沙发冲浪 可是我又有时hish hiking 所以到最后我花的钱真的是不多 对 其实我自己以前很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 用最少的钱走最多的路 哈哈哈 其实你 当然我们说不同的花费的方式 你会有不同的享受 主要的就是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嗯没有对错 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那当然我必须说 呃 永寒有太多太多旅行的精彩故事 你看他两本书 我相信你都没有写完对吗 啊 有啦 没有写完 就是写精彩的 对 只是挑精彩的来写 但你真的要把所有的旅程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感动 或者难忘 都把它给写出来 我想不是两本书 呃 可以写的完的 当然也不是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 能够聊完的 这才是重点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要挑的就是 中南美洲还有非洲来聊一聊 如果你现在是刚刚加入我们的 这一个节目的话 现在赶快来到cdplusfm的脸书 专页我们有live 把这个live呢 share出去 你就有可能呢 获得永寒送你的 就是他的亲笔签名的新书 下一段回来 我们就聊一聊中南美洲 好 还ok吗? ok吗? 很好啊? 有进步了 我觉得很好吗? ok 需要一点时间 对 需要点热声 ok ok 我看到 Ryan hello 然后 还有就是 Jomi Jomi 然后 Ong Ci Chong 他说 可以去三年旅行 存款也有不少钱哦 哈哈哈 其实后来我算起来 因为我每天都有记录我的消费 嗯 我有一个很 很comprehensive的Excel 你是很自律的人吗? 对对对 我很自律 你一定会做这个动作的 我每天晚上 一定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第一就是 我的 花费 我要记录 我不只记录 我还要算一下剩的钱 对不对 可是如果那天很累啊 我还是可以做 这个是 坚持 这个是第一的 然后第二就是 transfer照片 哈哈哈 然后把 附好的照片抵掉 ok 因为当你比如说你有100张的时候 跟你有500张的时候 500张的时候 你会觉得 算了 100张的时候你还会做 然后第三就是写日记 写日记是最辛苦的 对啊 因为 可是我必须说 如果你没有写哦 很快就忘记了的 因为你会 你的那个记忆是越来越多的嘛 对 然后你会mix在一起 对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 一定要写 有时候你知道有些地方 啊 有时没有电啊 或者是有时你回到去台词了 你不能 你有记在一几天一起 哇 那个是最惨的 对啊 我我我我可以想象得到他蛮痛苦 你的表妹啊 你打招呼耶 万一 万一 哦 对对 我的表妹 他的女儿是我第一本师的model 哦 拍一张照片很漂亮 啊 ok 他在冰城吗 没有他在这里 Cielo 哦 哇 哇 哇 ok 呃这个呢我会在周 礼拜天的时候 会做重播 所以如果你想听到 礼拜天的ok 你重播的是podcast还是 呃 听现在的反过是 重播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电台 会在特定的时段播 嗯 但是podcast是比较好啦 因为你可以share 可以找了 嗯 完整的咯 因为这个是包括全部offline的 对 ok 好 诶 Andrew Wong 也是你的 我在同事 哦 前同事 他说 Ryan Ryan 对呀对呀 其实永涵做很多的就是沙发重浪 嗯 所以他其实在住宿方面损很多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过沙发重浪 我觉得真的很爽 嗯 不过当然还是要跳啦 对对 对嘛还是要跳 然后呃 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 像永涵的这一趟的旅程 他住进了百多人的家中 因为他住的有一些是当地人 有一些是呃 在当地工作或者生活的外国人 对 或者是malaysian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其实呃 可以去看到很多很 很 很local的东西 对很local 然后不在呃 那种逛逛的路线上 嗯 我觉得很棒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看完了这本书 哈哈哈 而且很多时候 是被人家捡回家的 对 没有沙发重量也被人家捡 可是你真的不怕吗 这是很多人问你的 其实看你的那个 gut feeling 嗯 你觉得这个人 嗯 其实直觉有时候不能忽略 对 虽然他不是100% 对 你说到一个重点 OK 回来我们聊中南美洲 嗯 然后我们现在有30秒 等一下回来之后我就会直接说 我是佩玲 你就直接说我是永涵 这样 好 是 入场退场 绝对没有冷场 cd class 城市online 每个星期三 让你投资性安 完全一句话 因为现在世界在交不太快了 很多东西我们的现代呢 交易信道是跟不上 我们自己应该动手了 如果不动手的话呢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会不自 说丑了 我是小宇宙馆长 建创办 文威明 就这一串啊 掌握人生的关键 cd class frofm106 让每次收听 都会生活 旅行 不是出发 而是缺席 发觉你的感受 我们旅行中 欢迎回到我们旅行中的节目现场 我是佩玲 我是永涵 永涵呢 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欧亚大陆呢 旅行了之后呢 就到了 我一直都要说 传说中很危险的中南美洲 还有非洲 每一次当我跟我的朋友说 我的梦想呢 就是可以到非洲去 我的梦想呢 就是可以到中南美洲去 大家都会泼我冷水 大家都会说 为什么你要去这样的地方 很危险呢 很危险 所以永涵 当时候也是周遭的朋友 都是这么说吗 还是你没有给别人知道你要去 一般上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人比较奇怪 我的朋友会找 他们不敢 不敢comment我 真的 可能他们收在心里面 不敢讲出来 但你自己呢 你要去 我们先说中南美洲好了 你要去之前 你的 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去之前 我对那边 不懂 没有什么 印象 尤其是中美洲 我 我之前 我会想要去 拉丁美洲 主要是因为 欧洲太冷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看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堆香港的 那个couple 他们也是常住旅行 那我看 他们去了 墨西哥 我想哎不错 墨西哥也是不错 因为 如果是北 北半球都是冷 我去找一些 冷半球的地方 所以我就 哎 旗票也不是很贵 我就去了 Mexico 我觉得那里人家 我才听人家说 Mexico的警察很腐败 然后很多人 你知道 治安很不好 对 治安很不好 然后黑市毒品 一大堆 对他们就说 可能你走在路上 可能有人来拉你 问你要不要买毒品 这样的东西 可是其实我没有遇到 这样的事情 哦真的哦 可能因为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 对啊 可能六七点 傍晚之后 我就可能吃个东西 然后我就回 回酒店了 我就 我就没有出来 我又没有去那些 龙蛇混杂的地方 所以你其实在 呃 那个墨西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危险吗 不会 因为我飞去的地方 是康康 它是一个旅游圣地来 所以 所以 那个时候那边有很多人说英文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特别 嗯 然后接下来我就去 巴利斯 柏利斯 柏利斯 是唯一一个说英文的地方 的国家 就是那一代 然后他们的 治安也比较好 然后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直到我去到瓜地马 就是我在巴利斯的时候 我遇到一群台湾人 嗯 那边我也是很奇怪 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台湾人 然后我就去访问他们 哈哈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哦 你现在一个人要去瓜地马拉 瓜特马拉 很危险的咯 那边 他们就跟我讲很多 很危险的东西 很危险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 有点 紧张 对 可是我就觉得 我就是要去这些地方 我不能够因为人家所危险 就不去 因为 我去印度之前 就是 你们大家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说 印度人说 你去不会被强奸吗 就是这种 这种东西 可是我去过之后 我就知道 很多东西都不对了 我们道庆图说的东西是不对 嗯 所以那些事情有发生 可能就是可能一万个里面 发生两个 嗯 还是有很多 然后它的分别呢 就是我去到瓜特马拉的时候 就是当地人 跟我说 啊你的手机 相机 不可以拿出来 这里是很危险的 你不可以走路 你是游客 一定要大 taxi 其实这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因为比如说我去印度的时候 没有当地人跟我讲说 哦我们的印度很危险 哦所以刚刚跟你说那些话的人是 当地人 对 比如说我在坐巴士 我隔壁有一个女生 然后我拿电话出来 check一个东西 她就跟我 她也不会说英文 她就跟我说 Peligroso 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来 然后刚好我的电话 我中了一个翻译 她就来打给我 哦原来是Danger 的意思 所以她提醒你是很危险 对 可是你在那边 有遇到什么事情 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有时候我问路 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找那个hostel的时候 我就问路边的人 然后她也会说等 看到我进了hostel 关了门 她才走 所以就是这样 可是我在中美洲 没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反而 人都很好 反而在哪里遇到事情 反而在 在南美洲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很accure 都认为 我是很幸运的 我应该不会 有这种遭遇 然后我也是相信啊 我一直写着自己幸运 自己就会很幸运 哈哈哈 吸引力法则 对对 可是我去到 哥伦比亚的时候 哥伦比亚的时候 哥伦比亚我 我有听朋友说过 就是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 他在哥伦比亚给人家 抢到什么都没有 就剩下一个passport 因为他有接待过我在北非的时候 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他的故事 然后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的 那一个couple 那个香港的couple 是 他们也比我先去哥伦比亚 然后他们 我有看他们的facebook 然后我就说他们 做一个domestic flight 出来的时候东西也是不见了 哈哈 然后我对德伦比亚的印象就是 你去那边一定会被抢 或者是被抢 或者是被抢 或者是东西不见 我去了一段日子都还好 就是在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 有一天就突然间 遇到一个男人 我在拍照 其实我 我的沙发主人告诉我 那一带 就是那里的市集passa 不安全 所以我也是有听他讲 我就在一个很远的那个地方 我也看了那里 那里是大树下 有很多人小贩在卖东西 我就觉得应该是安全 我就拿相机出来拍东西 可是突然间 有一个男的就跑出来 他就抢我的相机就跑了 哈哈 可是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有时间想 任何东西 我就很很自然的 我就拉住我的那个相机 包包 相机 然后就因为这样 我的人就掉在地上 嗯 然后后来我就 东西发生的太快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相机的 镜头的盖 掉在地上的那个声音 然后很快的我就跌倒 然后旁边的人就来问我 有没有事啊什么什么的 可是那个抢你相机的人 已经跑掉了 已经跑掉了 已经不知所终 然后 幸好他没有抢到 所以相机其实是 没有抢到 没有抢到 可是我就吓到 嗯嗯嗯 因为好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时常听到人家说 掠夺啊什么东西 就是你听 跟你真正感受 对 发生在你身上 原来是那么不同的 而且当时候你一个人 在外国 对 没有人帮你身边没有朋友 这样子 嗯 是 然后 就是一切 啊 比较平静的时候 当地人就说要 说你大taxi啦 不要走路了 可是那个时候才 大概还有500米的距离 就到我的 那个 host的家 所以就有一个当地人 他说 ok来我 我 escort你回家 哈哈哈 然后 escort的路上 他还把自己的皮带 拿出来捡在手那里 就是准备如果有什么人 所以 他还可以 去攻击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 好像 好像很危险 这样好像 还有死又要来了 的感觉 可是 就好像是我 不是很会认的人 嗯 好像你我看过很多次就ok 那种 来出来五秒钟 我根本不记得他什么样子 我就想 如果他突然间 跟他换了一件衣服 在我前面出现 你也不认得他 我不知道是他 可能他会跟他笑 还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候对你是 造成了一些打击 啊 也不算有打击 我只是一个警惕 嗯 然后 然后之后 我就忍不住 时常在想 如果真的是有一天 有一个人出来拿着把刀指着我这里 他叫我交出东西的时候 我要 你要怎么做 对 所以开始 要记得啊 钱一定要放别 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什么我可以交给他 然后什么又可以不用交 嗯 我忍不住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所以会很 当时候这个旅途 会不会变得比较 忧虑 然后也比较不开心 没有 就是有偶尔会去想 嗯嗯 然后一般会去想 一般又会觉得 啊我还是 我是很敬意的啦 没解 那对你来说 其实整个中南美洲 当时你待了多久 啊 中南美洲 我应该是 年头的时候 可能有半年吧 半年 半年多 所以你在中南美洲 呃旅行的方式 你就不是选那些很热门的景点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地标性的景点 哦我 还是你怎么你怎么设计你的旅途 啊基本上我没有带 我从来没有买过Lonely Planet 然后啊 我参考资料就是Wiki Travel 嗯 通常我会 他他也会有一个list的景点 就是有一点短短的描述 嗯 然后我就看哪一些是 啊我有兴趣的 可能比如说我在一个国家太热了 然后下一个国家 哦突然间想去高原 就啊很 完全是按照你自己 对 心里面的需求 对 而且有时候呢 就看我找到哪里的host 因为有时候你看他们的profile 啊这个好像很有趣 很想见他一面 你就会因为这样去了一个地方 这里所谓的host呢 就是沙发冲浪 的主人 的主人 接待我 对接待人啦 让我去他们家住的 对 那在这一个 你到他们家住的时候呢 这个过程中一般是不会牵涉到金钱的 但是 有一些当然会啦 然后但是主要的就是可能双方会有一些可能文化上的交流啊 啊对 或者是 可能买一些小礼物之类的 嗯 通常他们 通常他们大部分都是对旅行也是有憧憬的 嗯 只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不能够去旅行 所以他们就接待旅行的人 在他们的家 所以听故事是他们最想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也会问你 关于你的文化啊 什么 比如说跟问你关于中文啊 关于功夫啊 嗯 因为我们Asian嘛 哈哈哈哈 啊就是这样的 然后通常就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 是 讲故事是最多的 所以 三年里面你住过了百多个陌生人的家 有有很多 对 在 在欧洲 就比较容易找 嗯 因为 Carsafing在那里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 然后我我其实我过了欧洲之后 我的reference 已经很多了 嗯 之后我是不用自己找 因为大家都会来找你 对 因为大家都想要请你去他们的家住 然后听你说故事 对对 只要我把 我有一个大略的计划 我把我的日期放在那里 我就会收到很多invitation 哈哈哈哈 有有有 我有看到你在书里面有些 哈哈哈 OK 那其实呢走过了这个中南美洲之后呢 呃 永涵还去了非洲 非洲 这块土地呢 在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心目中 就是很危险 嗯 很蛮慌 可是永涵去了 OK 所以现在回来我们聊一聊非洲 好 我从来没有讲过要去 呵呵呵 等一下可以讲哥哥 可是你去了 对 我就是 我就是要 怎样讲 挑战自己 以度攻度 可是在非洲一切都好吧 其实我去的地方 算是非洲 十分 危险 没有 蛮developed的地方 而且又没有战争 其实哦 非洲有很多的大从事 对 只是我们一样落刻板印象 对 就觉得非洲就是很很落后 没有穿衣肚子八八 对 因为我们看的就是那个饥荒啊 那些东西 对啊 我也好想去非洲 想去莫洛哥 莫洛哥比较容易入门啦 嗯 他是比较 发展的比较好的旅游从事 其实我去的那些地方 只能是 可以说是 可能小学程度 是啊 嗯 因为我在 好像 Swaziland 我遇到一个 我的一个host 嗯 后来他去 马达加斯卡 他跟我说 他去了马达加斯卡 发觉 Swaziland 就好像 Swaziland 啊 因为 那里 他说的啦 他说马达加斯卡那里 真的是太 危险了 太辛苦了 辛苦啊 可能比较落后 哦 所以他可能旅行上 没有太好的 没有那么顺利 设备 然后他可能旅行上 也不会 不是那么舒适 对 所以 所以我还没去那里 所以如果 比较的话 他就说 这样比起来 他的 Swaziland 已经像是 Swaziland 就是天堂的意思 那如果现在 给你有机会去旅行啊 嗯 我们先不管旅费 嗯 不管你有多少时间 你想要去哪里 嗯 你走过了这么多地方耶 其实我还有一个 蛮想做的 就是我要去南米比亚 跟South Africa 我要自驾 哦 因为上次 我其实我 对南米比亚也是懂不懂 可是我就在 hostel的时候 我听很多人 很多那种 backpackers说 哦南米比亚 is very nice 可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在左边 我是在这边上去 所以我就没有去南米比亚 啊 关于South Africa 因为那个 我没有自己驾车 很多地方我去不到 所以我还有很多遗憾 啊 你其实 嗯 你现在走过的国家有多少个 你有算过吗 大概75个 我本来没有算的 可是我每次去到 host的家 他们就问我 他们一定会问你的 所以我就开始算 这个数目在三年之间 已经停止增长了 哈哈哈 到现在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哈喽 雪萍丽 然后还有 刀井 刀井 嗨 包包 她说 登记之前来加油 你去哪 有出门去了吗 你去那些高级的地方 真的 还有Phoebe 太小声吗 应该还好吧 会很小声吗 跟我们说一下谁小声 是 永涵比较小声 还是我比较小声 没有Live的收音的话是这个麦 OK 可能我对 对我对这里比较好 我比较大声工啦 好 我的声音比较撑 这样子 好 为什么他跑下来 好 没关系 我觉得可以 可以这样 让他撑出去 OK 这样子应该 这样有比较好吗 Phoebe Phoebe 你还在吗 告诉我们 现在的声音OK吗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好 现在呢 我们还有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Live的时候 对 我们还有 嗯 大概 50秒 40秒吧 进入直播 太精彩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你知道吗 其实 现在有比较好吗 现在声音来 有人跟我回应吗 线上有这么多人在听 为什么没有人要reply我 哈哈哈 告诉我现在声音OK吗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20秒进入直播 可以上到43菜饭的官方网站 或是手机用图示 收听早饭的完整访问内容 掌握手势 国家的卖动 关键 一句话 面对各式各样的 谢谢 OK的吗 OK的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帅哥reply我 哈哈哈 好 我们回来 这一句话 掌握人生的关键 C plus 可以接触是 可以加班 国内心 不是出发 而是学习 发觉能力的感受 我们迷行中 跟永涵聊天呢 其实非常的舒服 而且他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了 我现在很焦虑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好好听他说故事 多希望他可以每个星期五都可以 上来我们旅行中做客 我是佩玲 我是永涵 嗯 那永涵 在 其实他是三年的时间 走过了欧亚大陆 然后中南美洲 还有非洲 对 刚刚你告诉我 你其实没有想过要去非洲 没有 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 南美洲应该都可以走蛮久了 对啊 对 可是后来你去了非洲欸 可是因为我南美洲之心 被咬着 为什么当时候 因为 因为我的passport不见了 啊 对对对 你在书里面也有写 对 所以当时候你好像还有飞回马来西亚 对 我要回马来西亚做passport 还有其他那些卡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 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 不见passport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陷入那种低潮 可能是因为我在路上有满足了 我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深的对那个陌生人的那种相信 嗯 可是那一个事情就 就是让everything瞬间瓦解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我不见护照的过程 是被骗 不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刀指着我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能我不会觉得那么指责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有好几次 我都觉得 ok 我不要 我要转头啊 我不要理这个人了 可是我心想 可是我 我的身体就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跟他去 当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个时候是 其实我已经要离开阿根廷了 那个早上我从乌鲁乖 回到阿根廷的手足 那天还特别幸运 我还在乌鲁乖的时候 打巴士的时候 遇到几个马来人 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 然后 啊 因为我的 我的巴士 是 忘了是几点 我的后 我之前在那个 首都的后市说 你来我家 聊聊天 然后才去 然后我就去他的家 其实他的家 就是一个flat这样 可是平时他楼下的门是没有锁的 我住他边好久都没有锁 那天就特别奇怪 我去的时候就锁门了 所以我就必须按铃 等他出来 等他开门给我 就在我按铃的时候 我就快到 好像我的背后 有一些肮脏的水 还是什么 我就看一下我的脚 好像有鸟糞的东西 我就好奇心的去死下 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当时就有一个女人 她就跟我说 她就跟我说好像 Basura Basura 我觉得那个是鸟糞的意思 因为Basura 其实是垃圾的意思 然后她就带我到对面路 路口 我也是奇怪 为什么她到我去对面路口 然后她就很好 拿出一支水 还有T-shirt paper 给我骂 那开始 我那次还跟我自己说 哎哟 我还真幸运 就遇到了好人 遇到好人 对 对 她就在 就在我 清理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的两个 我的Basura 都是在我身上 后来她就 她就跟我说 啊后面还有很多 很臭 然后我觉得 我不要带那种肮脏 去别人的家 而且她的家很小了 而且她又有朋友在 所以我就决定 我可以把Basura 放下 我清理好了自己 我才去别人的家 那个时候 我就做东西 可能是太专注了 我就搞定好之后 我看一下 我的Basura 已经不见了 然后 那个时候 哇 我是晴天霹雳 因为我的Pasport 放在里面 平时我是放在 我的裤子的 那个Pocket 我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当天 会放在里面 所以然后就 哭啦 我马上就哭了 最好笑的是 我 我问旁边 她是一个 她那个是 世界上最大的大岛 那里 那有一个Uncle 在那里坐着 我就问她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 还是有没有看到我的Bag 她说 那个女人拿着你的Bag 走了 她看了整件事情 发生了 可是为什么她没有去阻止她 我不知道 然后她还跟我说 警察就去那里 所以可能这样的事情 对她们来说 是不是习以为常 其实 其实我有读过的 啊 我看Wiki Travel的时候 她有说 有一些什么东西 要小心 我记得 我有读过这样的东西 可是就是在当下 完全不记得 嗯 然后也很好笑 当地人看到有事情发生 她也不说什么 她就说 ok你去报 最好笑的是 后来我 我其实我那时候 后来我离开之前 有两个马来西亚人 她们的东西不见了 我就带她们去警察局 因为我熟了 哈哈哈 我叫警察局 警察第一句就是问 Robado 就是 Are you Rob 嗯 所以她们已经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太平常了 所以报警还有用吗 没有用 你报警就是 可能 啊 你做Passport的时候 或者有保险 或什么的 你找不回的 好伤心哦 我听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你的感受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件事 你说 因为旅行的时间很长 所以你已经 而且你遇到都是好人 对 在那之前啊 所以你会有种感觉是 就 其实世界上的人都是好人 然后好人会在我的身边 会有一种 这种 安全感 或者是信任感 然后突然之间 对 就面对这样的事情 哇 没有 其实我 就是我对陌生人的信心 完全没有了 然后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信心也没有 我是觉得是为什么会那么笨 我走了那么多国家 应该是很experienced 很聪明才对的嘛 哈哈 所以你会自责 对对 我十分十分十分自责 嗯 我就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朋友说 都没有人笑我 根本没有人笑我 其实我自己过不去 自己家管 这是一个意外啊 对对 朋友都说 从来见见面 我都不要去 我宁愿就要再加关注自己 后来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不可以这么 我不可以这样下去 所以你就决定去非洲 对 我就决定 我在那里跌倒 我一定要在那里站起来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 要去非洲 因为 因为 一方面 也是因为我对非洲 我完全不知道 我 我找一点点啊 我知道那种 什么饥荒啊 曼德拉 阿甘地这种东西 就是很 很high level的 的知识 然后 然后听说 那个时候也是有另外一个 马来西亚人 男的 他已经在非洲 他在埃及 我看到 我就跟他交流一下 他说那里也不容易 所以我就想 我就是要去不容易的地方 哈哈 所以在非洲 一切可好 啊 还行 还行 有一些我听到 就是 比如说在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 他们说 你坐 在DAR 有一个城市叫DAR 不是首都来的 他说 你们在那里的话 你只想会遇到 不好的 会抢你的taxi 他会 你上了taxi 他对你好好 很笑笑笑的呀 然后他会带你去个地方 就开始抢你 可是他不会伤害你 抢东西 对 他会 叫你拿出你的 credit card 然后在你去ATM machine 那你能够拿的钱 钱 可能中单是一两千块 你拿出来之后 他就拿掉你的钱 那还你五块钱 哈哈 还你五块钱 让你可以搭车回hostel 可以联络家人求助 啊 对 好奇妙的一个抢劫的方式 对对 可是很多人 多重吗 因为后来我遇到很多人都是被抢 可是你自己本身是没有 我自己没有 其实我听了这个 这个 这些传言 而且不是传言 是真的有发生 我也是很怕 可是 啊 那个 很难跳过那个城市 然后另外一个 啊 是因为我也是想要去 因为我有 有一个马来西亚人在那边 哈哈哈哈 他已经接过 他已经接待过我之前在北非 是 你们约好了要在那边接 我们没有约好 其实他是在非洲工作 是 我去北非的时候 他在北非 嗯 后来我去到东非的时候 他刚好放去了东非 所以我很想 好有缘哦 对 而且而且那个时候 啊 我在南美洲被抢 啊 不是被抢 被骗 第二天他在土耳其 啊 他在土耳其发生意外 有 我有看到你写 对对 后来他好像也是有到新加坡去 接收治疗 对对 所以 我也是很想听他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就像很多人在Facebook也是问他 我就不觉得 呃 人家要休息啊 不要问那么多 理解 其实走过了中南美洲 走过了非洲 当然 呃 一路上遇到的好人 必然很多 但是就像你说的 意外也还是会发生 嗯 那如果 在这一些国家里面 要挑出两个 你最喜欢的国家 你会选哪一个 呃 南美洲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秘鲁 非洲 我觉得 也说不上最喜欢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Zimbabwe 嗯 为什么 因为Zimbabwe可能也是一种 反差的关系 我去Zimbabwe之前 我在南非开始了嘛 一直北上 就已经很多人跟我说了 Zimbabwe人是很危险的人 嗯 后来有好多人 好多人这么跟我说 Botswana的人也跟我跟我说 嗯 到处人都这么 后来我去了我就发觉到 其实 因为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的经济 状况不好 是 因为他们之前的一个领导人 去年下台了 幸好 嗯 就令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很差 所以他们的人 就很愿意到邻国去工作 那你知道为了钱他 他少少的钱也愿意干 嗯 所以他们就成为 那些邻国人讨厌的对象 嗯 所以他们就说 啊Zimbabwe的人很危险 哦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危险 只是 被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负面印象 嗯 我不敢说 ok 因为我只能够based on 我的experience来说 就是我遇到 我在不同的国家遇到 Zimbabwe的人 都没有坏的 都很好 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 嗯 其实你觉得 当时候你决定一个女生 去走这一段旅程 嗯 到现在你完成了这一段旅程 现在的生活相对是比较安稳的 嗯 你怎么看待过去自己的 这一个行动 怎么看待 嗯 我还是那一句 我很幸运自己有走后这样的决定 嗯 因为可能 可能十年以后老了 哈哈 你可能真的没有那种魄力 对 因为旅行 很多人 对旅行的印象就是吃喝玩乐 很开心 其实长途已经是完全不懂了 是 你要有足够的体力 就好像我说 每天晚上你要做的 很多事情 就一定是很累的 嗯 然后 你还要 而且比如说 我是沙发冲浪的 也不容易的 因为你每天 就要找 可能下一个礼拜 下下个地方的那种host 而且你不是一早就找到 你可能有一百 很多个人reject你 你才找到一个 跟你去一个地方 给钱住宿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对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沙发冲浪 你去到那边 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责任 需要跟host 有一些交流 对 然后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也蛮好神的 对 如果 如果是长途旅行 然后你刚好从很遥远的地方很颠簸 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好神的 对对 如果你住hostel还是hotel的话 你一关门 OK 你就有自己的时间了 对啊 可是你去到人家的家 你不能够说 我只是要来住你的家而已 对 我不要理你 然后他们通常都很excited 想要听你的故事 所以 可是 永涵本身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我很享受沙发冲浪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去到每个人的家都不同了 然后每天我要想一下 我要怎么 塞衣 比如说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性 是 而且如果你住 你付费住宿的话 你通常会有 certain expectation 你就我给了钱 哦 应该要有一个 你就应该要得到怎么样的服务 对 或者是怎么样的设备 对 然后没有达到你的 expectation 你就觉得这个不好 complain 这种事情 可是你去到人家 因为他没有收钱 你不能够这样 你只能够 就是 简单来说 你感恩的时间比较多 是 啊 好有趣 我好想要听你一个一个说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到现在为止 已经累积走过了75个国家 嗯 接下来 还有哪一个国家是你特别想去 但还没去的 嗯 呀 南米比亚 也是非洲 嗯 那我想如果 可以的话 我要去非洲 跟 就是南米比亚跟南非自家 因为之前我去南非的时候 很多地方我去不到 因为 我租不到车 哈哈哈 然后那些 而且啊 他们普通的那种 黑黑人的巴士 也没有去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都是佛 当地人的 嗯 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呢 已经是在 永寒的血液里面了 尽管你现在 是过着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你对旅行这件事情 是念念不忘的 嗯 嗯 应该算是 可是这三年就是靠作俗 还有那种 回味一下 女性的氛围 哈哈哈 对不对 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看回我自己写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回到 平常日子的时候 就是很 有些东西很难免的 你对很多东西有很高的要求 对 对 老不到你就觉得 很心情不好啊 对 或者是 所以有时我很怀念在路上的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懂那些东西 我不能够set expectation 我只能够 有什么来我就接受 随遇而安 对随遇而安 这个很难做到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现在我做不到 所以我常常会看我自己写过的书 啊自己写过了 这么久了 所以做不到了 我觉得这两本书至少是你过去的这几年给自己很好的礼物 因为它是一个记录 也是一个提醒 同时也把你的这一个历程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 也是 嗯 我没有觉得讲很厉害 所以我要出书 我只是觉得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 你一个人 你不要讲说三年啊 你可能去六个月 别人都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 对啊 会不会有很多坏人啊 是 生活怎么样啊 收入怎么样啊 对对 什么一大堆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下 让大家对这一片可能 从幻想变得比较正式一点 哈哈哈 ok 当然如果今天你听得不够过瘾的话 想要跟永涵做多一些交流 明天 ok 明天呢其实永涵在这个巴生的 Playcrank的这个Costell ok 也同样的有这个分享会 所以礼拜天还有两场 哇 这一个周末是拼了的意思啊 哈哈哈 所以呢也非常的 你呃 如果有兴趣想要跟他做进一步的交流的话 也可以去找一找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呢 关于这一些讲座的资讯 也可以呢 直接去到这一些主办单位的 这一个脸书专业去了解更多 我现在先看一下 哦 明天 对明天晚上的七点钟就在巴生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现在可以直接去到 Playcrank的这一个脸书专业 了解更多 谢谢永涵 希望下一次回来能够听你说 更多其他的旅行故事 谢谢佩玲 哇 欲罢不能 哈哈哈 一下子哈 啊 ok 现在我先调整 你可以呃 我觉得你可以跟live的朋友做一个结尾 然后可以呃 呼籲他们share live 然后送书 还有周末两场活动 你可以说一说 好 哈哈哈 这个也是要我的名言 哈哈哈 不习惯 啊 ok 诶 你该说什么我都忘记了 share live share live 可是已经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玩啊 他们还是可以share啊 ok 呃 如佩玲所说 哈哈哈哈 现在你还可以share live 然后呃 分享一些文字 之后会从呃 分享的人当中选出一位 啊 我会 把一本有签名的书寄给他 嗯 然后如果想听更多故事的话 明天可以到 呃 Playcrank 七点 啊 你们来问我问题啦 我喜欢被动问题 哈哈哈 对 因为呃 其实我也理解啦 因为太多故事可以说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又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分析很精彩 只是有点可惜没有机会针对一些小细节去聊 因为我想要听你讲小细节 比如说你住进谁的家 然后虽然我在你书也看到了一些啦 其实你住进那个人家比如说你说的那个是文豪是吗 嗯哼 马来西亚人 对对对就是他在国外也生活了这么久 对 而且还在这些比较有趣的地方 嗯哼 所以我也觉得他应该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嗯我第一次 我去他的那里的时候第一次就是听他说南美洲的故事啊 因为他在那里被抢 哈 然后其实他对这件事 而且还是不好的故事 他对这件事 他之后他的那个结论 就是讲 这是一个很可贵的经验 什么事 因为他被抢之后 他遇到很多很多好人 啊 用不同的方式帮他 好来再说一次哦 我觉得真的是要帮你打一下书 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对不对 啊还有不过不多 哦 哈 完了完了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你 你确定你知道 不是吗 五点钟 是 你有没有在跟他排长吗 有有有有 OK 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还在like着 就是这个是永涵的第一本书 随心远行 遇见幸福的自己 写的是欧亚 然后呢这本书 底力前行 遇见不完美的自己写的是 中南美洲跟非洲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我必须说我真是极力推荐 不能说我还没有看 我接下来会看 OK 所以再一次最后的呼吁 我们的这个live呢 会留着 赶快把这个live呢 share出去 然后 我看晚上吧 可能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请 永涵就是去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写一些什么东西 Rose 就是选出一个幸运的朋友 所以我想 嗯 应该有些朋友差不多要下班了 所以下班之后 还是可以重看我们的live 来听看看永涵的一个精彩分享 谢谢永涵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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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